接下来区里走透透的单元 带您一块来看看中山区的巨胜礼 中山区巨胜礼近几年来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改变 就是原本台湾烟酒公卖局中山配销所 在里长的争取之下改造成URS21中山创意基地 不仅如此为了应应里内市中心地带的停车需求 里长更是早在十年前就争取在永胜公园设置地下停车场 总共三层的停车空间经常是停满了车辆 不但解决周边的停车问题 也为市府增加不少停车费的收入 我们这一座停车场是我们台北市基地最小的 而且我们的营业也是每天刻板的 民革91年建造的 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我估计十五年内就可以回收了 所以这个停车场可以用了60年的设定 等于我们以后我们这个是两机下单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提议的都是比较能够为国家增进财源 除了设置地下停车场 对于永胜公园里长也是费尽心思 设置了象征身材的五彩云朵和水车轮装置艺术 期盼能够为巨胜里带来商业繁荣 另外为了维护里民的安全以及里内的长远发展 里长更是在民国87年当选之后 就提出希望台电将里内的变店所进行改建或迁移 那当时台电就是说 这个我们这边民宅 这个林申北路三八三项 从20号到32号有六七间的民房 叫我来给他协调能够 协调增舌完了他就要做 我很快事啊 从87年当选到92年就给他增舍完毕 结果到现在已经11年了啦 那边已经开始在建了 那时候建好了我们这个地方也可以 差不多就是可以那个搬过去啦 所以我就是说 这个地友是帮他已经增舍好了 一个增舍好的政策 请他们积极的推行 希望我们这个辩认者能够养鸡下蛋 不要在那边杀鸡齐软 在里长努力不懈的争取之下 这座变店所也预计在明年 迁移到松江变店所 对于陈里长来说 里民的需求就是他的责任 相信里民们在看到 这些年来据胜利的改变 也都能够深刻的感受到 他的努力与用心 中佳台北新闻林习惠 采访报道